這台車其實為什麼會收回來 是因為它有一些小加分項 沒關係 這台車只要有成交 我就送你 你要跟它差不多底盤 甚至到操控 沒車啊 就算有車 它配備也跟不到 欸 兩位 嗨 這個場地我們是不是要拍一下改裝了 拍什麼 改裝啊 沒有 今天叫它散檔 散檔 所以小黑文 今天有點多啊 我們平常來用嗎 沒有啊 來 今天介紹一下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藍色FOCUS 還有黑色的 黑色FOCUS 對 都秒殺了 今天來介紹一下 紅色FOCUS 哦 人家說的紅水和大飯 這台有紅水啦 我說紅水啦 一樣價格不好 哈哈哈 賣的時候也價格不好 賣的時候要求客人買 拜託給我買啦 這個紅色的不錯啦 有下巴 有封刀啦 這台車其實為什麼會收回來 是因為它有一些小加分項 就是因為它有改一些套件 這當然不是一些什麼大廠牌啦 還是很貴的 就是簡單的下巴封刀 包含尾翼跟後下 它其實這樣整體改起來 其實對它的一個外觀形象 我覺得有一點 花龍點心加分 對 會有一點信心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車標 一樣都給你改黑化 前後都有 前後都有 然後只是這台車外觀 很了笑的一個地方就是後下 哦 後下倒流 帶你看一下 你有發現什麼嗎 哦 它的那個排氣管 對 那樣是有經費上後下 沒有經費改排氣管 呵呵 這整體應該是四出吧 如果改這樣應該是四出啦 那沒關係 這台車只要有成交 我就送你微桶加四出 哦 那又是挑牌子喔 呵呵 手工管 然後後面也有貼燈幕 燻黑的燈幕 整台車其實會蠻好看的 你有沒有注意一個小細節 欸 欸 你是不是沒看到 我沒有看到 煞車踩下去 兩根 ST-Line就出來了 也太帥了吧 你知道為什麼它不貼LOMO嗎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LOMO是什麼 哦 它反而知道 ST-Line 我的也是 然後小鴨尾 那基本上這台車外觀就這樣 哦 不好意思 它就是沒有改走 它就是這樣子 夠了啦 夠嗎 田下巴 後下巴 公刀 然後跟一些 卡蹦的那種 貼片 這個也是貼片 這個也是貼片 就全車貼片 貼片FOCUS 呵呵 好啦 基本上我們要FOCUS 不是要這些啦 哦 我們要什麼 FOCUS要是什麼 就是它的操控 國產車裡面最趨近於進口車的 它的操控 它的底盤 然後再不介乎就是它的安全性 客人的故事比較簡單 講完應該也沒什麼東西可以講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上路試一下 我們所謂的FOCUS的ST-Line ROMO 開起來到底是什麼樣 我們這邊在哪裡 斜樟橋下 斜樟橋 對 那邊是什麼 佛光山 佛光山 有山就是 就是壓跑山 沒錯 我們等一下去稍微跑一下 看一下它的極限在哪裡 哦 等下這個關於你的底盤改裝 跟你的輪胎也有差 它現在都是全原廠 只有輪胎 不是原廠 有換過 對 原廠有換過 我們要試一下 看一下極限在哪裡 那看是 車子是過到自己名下 還是過到客人名下 啊 走 我剛剛講外面是不是貼片 裡面也是貼片 也還好啦 就這個而已啦 方款貼片 真的很想要把他扒掉 真的假的 雖然我自己也是用這個 盤擋波并也有貼片 欸 這個是整塊貼上去 還行啊 然後這台車我跟你講 ROMO它有改到電動 但是它沒有數位儀表 該有的抬頭顯是HCC Level 2 然後B&O印象 卡布列 都有給你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太執著 一進儀表 有時候反正這個看會比較直接一點 我還是喜歡一進儀表 我會喜歡一進儀表 哈哈哈哈哈哈 叫別人不要追求的 欸 有價差啊對不對 這樣 現在是怎樣 欸 開在這種時候後面其實會有一個 鹿怒症 那個會越來越強 對 我就是騎這種一個 你是本來就有鹿怒症了吧 應該不用這種車後面 喔 對 然後雙驅氧溫口條也有給你 那基本上它的配備 該有的都有了啦 然後給你這個叫什麼 前後行車記錄器 一樣不會把 喜歡的就是一樣扶上給你 其實阿鼎你這也做過那個 ST-Light的藍車在Pocus 對啊 是不是感覺坐起來跟這還不一樣 欸對啊 完全不一樣 懸吊對不對 確定嗎 我應該吧 哈哈哈哈 我蠻相信我的屁股的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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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ROMO啦 反正後面就是獨立懸吊 互聯桿 但原則上這個開起來會比較舒服 所以也比較適合跑山路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適合啦 你也不會有過多的單調 如果我今天是扭力量 比如說你在過彎剛好有一個梗洞 是整來後面都還晃 就變成說如果我今天 呃我右 呃我左 哈哈哈哈 我左彎 但是我的右邊有一個坑洞 那我是不是整來車是這樣子 那就加上我有坑洞 那我是會跳 那如果它扭力量跟著左邊一起跳的話 你會發現後面是 沒有接地的那個 就變成你左後輪它沒辦法吃到底 我想法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像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開得很快 其實你想沒有到很大我覺得 對 那有時候買東西是感覺的問題 你會發現啊我這個 萬一哪天怎麼樣會比較好 對 當時沒買到這個配備 對 然後又要後悔 然後就一堆機台買過 哈哈哈哈 我買ROMO 因為其實Focus價格其實 20年跟21年價格其實沒有落差很大 那21年跟22年價格也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在我們這邊其實落差還蠻大 我們上一台黑色的Focus22年 我們開價要開多少 718 嗯 那我們再來21年的開價 因為它是紅色 又沒有改到一經一秒 所以我們的開價是618 對那這個618呢 如果說今天你來 不管談多少價錢 只要你有來有成交 我就後頭加私出給你 來看影片 來看影片喔 記得截圖喔 截圖喔 如果今天我沒有看影片 我買完後看到影片 欸 不關我事 試一下你不看 哈哈 可是現在Focus是不是降價降很多啊 呃 新車 那 車價大約10萬塊左右 好像現在新車每個車價都很多 對啊 對啊 那這樣二手車會有優勢嗎 不會啊 沒有 會變成說二手車是 真的當成本人在打 新車都降價了 其實像有的2223的價格 其實跟新車落差沒有很大 那現在變成說 那我為什麼加一點 我買新車就好了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二手車不好啊 哈哈哈哈 就不會想說 那如果再降一點的話咧 我們可以買回來 然後降一點賣 但是我們能降的有限 哦 對啊 啊如果說跟客人那邊壓 那客人 第一個一定賠不下去 一個循環啊 對 一個循環 那天等你新車賣不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中古車的天氣 會OK這樣 會吧 新車賣不好就等於 像現在這個狀況 對啊 像其實其實新車也賣不好 壓著 所以應該是新車 交不出車來的時候 對 沒錯 那個誰剛剛在去國外 幫我飲一下那個疫情 哈哈哈哈 雪卡喔 啊 玩笑話啦 啊 反正呢 現在就是新車優惠蠻大的 那我們中古車能夠 盡量優惠就盡量優惠 跑快就好 跑快就好 真的 那重頭戲要來了 重頭戲要來了好不好 感覺越來越多玩啊 是不是過誤到自己名下呢 就不知道啦 還在後輪好像是賣私的 對 賣私的我就有心情了 前輪我就沒有心情了 但我肯定不是PS 因為PS沒那麼安靜 好不好 那Focus CP值其實頗高啦 1.53缸 然後渦輪增加 馬力有182米 8速的手自拍 對 這其實不錯 而且它就是現傳 很方便 而且又好看 喔唷 欸 其實有貼背感欸 有欸 有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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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在叫了嗎 譬如說我今天花個 五六十萬買一台Focus 跟你花個七十幾萬八十幾萬 去買一台118 我會選這個 我會選這個 因為第一個其實 它在隔音上跟操控上 當然操控沒有後驅的好 但是我覺得夠用 那隔音上其實 幹 我覺得差不多 對於跑山的人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跑山你一定要有什麼動力 你要動力一定會改什麼 競排 對 所以你 聲音就出來 對 出來之後 其實你隔音好不好 已經沒有差了 然後再來就是配備 配備真的是 差太多了 一個舊世代的東西 一個新世代的東西 完整的Level 2 完整 超級完整 閉著眼睛都很開 它真的做得很好 要開始加速了是不是 我們剛剛開的話呢 好渴 好想理掉 我們剛剛開的話都是一般模式在開 對 我們現在切到這個 運動 運動模式 有差嗎 油門 同樣的轉速 它動力比較大一點 是我錯覺的 你覺得油門變得比較輕 然後方向盤變緊 變重 然後懸吊沒變 因為它沒有電池 哈哈 哦 反應會比較好一點 它的預警也是 我覺得很厲害 它剛好幫你載煞車嗎 應該沒有 沒有 警示 對 因為一直在踩油門 它的調性是我會喜歡的 類似怎樣的調性 它的調調就是 有點偏 爵士 爵士 像你也開過GTI嗎 有 對 它跟GTI落差沒有很大 GTI比這個更硬一點 對 只是因為它的 編速箱又是手自排 又是手自排 所以它們在換檔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講真的 如果你今天拿1.4R-Line來比的話 其實開起來是差不多的 這個是我覺得蠻亞裔的地方 你說隔音也好 操控也好 其實落差 我絕對沒有那麼大 我是覺得如果以GTI 或是你講夠不一點字 它們的換檔那個比較明確 它那個邏輯不一樣 對啊 因為畢竟是不同系統的變速箱 挖的那個景色比較多 對啊 但整體的底盤感覺 你覺得有趨近於它 我覺得Focus比較硬一點點 但是沒有差到很大 我的右手越抓越緊了 對啊 為什麼我 沒有啦 是車子會晃 其實這個改革拉桿 甚至短彈簧 我覺得就夠了 我們來挑戰一下全程不踩沙子 你不要啦 我不是在車上的時候 你們再這樣試好了 哈哈哈哈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怎麼樣 呵呵呵 不行沒有同甘共苦欸 對啊 沒關係我這邊駕個腳架 然後我先下車等你回站 喔喔喔喔喔喔 其實還不錯 嗯 結束了這張底圖 也很快 其實剛剛沒有看很寬欸 剛剛沒有看很快 剛剛真的都沒有看很快 對 我認真說 因為前面都有車 對啊 因為它這個彎都比較急一點 嗯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快 對沒錯 這車是跟有車跟沒車之一样 但我自己是覺得它底盤真的蠻穩的 對啊 你看你開馬山會這樣開嗎 不會 而且其實因為我跟過你們後面拍攝好幾次跑山 我真的覺得它底盤真的算蠻穩的 是不是 我覺得CP值真的很高啊 你金額其實60萬左右 你要跟它差不多底盤 甚至到操控 沒車啊 就算有車它配備也跟不到 大概說一下簡單的故事 車主故事 你不要隨便講故事呢 怎麼可能隨便隨便講呢 可能就是單純就是因為經濟考量 有別的選擇 所以把它賣掉 嗯 就這樣 好嗎 然後這台車2021年的Focus ROMO X 沒有X 21年的ST-LINE ROMO 然後理程數4萬5 全車原版件 然後加一些小套件 我們開價61萬8 然後如果說你有成交 我就送你破童駕駛主 我們今天這支Focus的影片先到這邊 那如果說你們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可以視訊我們 或者是留言給我們 好視訊IG粉專案 包含那個分方LINE都可以 如果你有車要賣的話 一樣可以視訊我們這三個地方 好我們有時間就馬上回覆 請顧色人員跟你馬上做聯絡 我們進車資訊比較快的話 都是在IG跟FB的線動發出 有的人看到線動他就會直接來看 原則上就是盡量盡可能幫我追蹤 偶爾看一下 抖音的話呢 幫我們關注萬個小孩 其實我們下台車見了 好咧 拜拜